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 今天我們就要說 現在眼下見到形勢不妙 蔡省長這一刻正在部署一個走路計劃 與此同時 在他走路之餘 也私下調動了大量的 所謂人手 保護他自己的人身安全 當中被他調動的人馬 還多達 兩萬人 有島內的媒體形容蔡省長這個行為 就仿恥 好像那些古代末代皇帝一樣 為了護駕保命都不理得那麼多 就一於公器私用 所有的規矩都不再搜 但是他想走是不是真的那麼容易 這兩萬人的部隊 又能不能夠補到他的安全 稍後回來 我們就這件事情 你都可以慢慢一層一層分析 再之後我們就說 早前播錯郭哥的兵協 現在和港協在隔空馬戰 而兵協主席還說到他們好像很委屈 稍後回來 我們就看看兵協為何會和港協 會發生這場的馬戰 再之後我們就說一下 警方的國安處 現在在元朗 帶走了那支國殤之柱 拿來做相關的證物 今天說到這條國殤之柱 就是和一宗煽動國家的案件有關 稍後回來我們就看看這件事 在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 現在今晚就有我們的新潮民直播 時間就是晚上的10點 約定和大家見面 還有的就是分享讚好留言訂閱 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接下來就要說一下 現在硬件 形勢不是很對勞 這個台省省長蔡英文 看來就想民風先頓 而且蔡省長還十足十 從前某一些 末代政權 執政者 甚至乎 說得誇張一點 可以說好像那些末代皇帝 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 都不斷增加到 保護他自己的人數 不過 做那麼多事情都是沒用 現在大陸的態度 是相當明確的 就是一個都不用指望走 尤其是幾天之前 有一宗新聞就是關於 我們的雙揭尾 長項時的無人機 就來到圍繞了台省 繞了個圈 這件事出來之後 就更加令到 蔡省長想逃跑的計劃 就更加想到不用想 究竟我們有什麼證據 說到蔡省長 聞到味 覺得眼見 細色不對想走 雖然我們掌握的 不是所謂的絕對證據 一切就要由到 台海局勢越來越危險 說起 不算到蔡省長 早前 獅子傳訪美國 來到會見到 美國的眾議院議員 麥卡錫 我們說到 圍台演習的時候 其實從那一刻開始 我們已經逐步在收網 誰不知 那些外國 例如好像是英國 歐洲 方亞塞英文不死 還紛紛 在不知道有沒有夾定的情形下 過來參一腳 就參一腳我們台海的事務 之前 英國也宣佈要重返亞太 來重新干涉台海事務 就企圖 想說到派一艘軍艦 過來我們亞洲這邊 作為長期的部署 這種部署 根據英國人自己說 是派出亞太地區之後 不會再回來 也就是所謂的永久部署 英國軍方當時就計劃 派出一艘叫做 31型的護衛艦 來作為亞太地區的永久性部署 當然這裏好笑好笑在英國的不自量力 無論他 是不是不自量力都好 我們都計了他 是想過來煽風點火 這些因素也會加速到我們 必要時武統的速度 而當英國說要派出這艘軍艦的時間 很多媒體就左找右找 都找不到 英國將要派出的軍艦究竟是什麼軍艦 原來根本不存在 沒錯其實這艘所謂的31型軍艦 是並未起出來的 而只不過是 構思當中 也就是說英國 只是構思一艘虛擬軍艦 過來我們亞太地區作出長期部署 來企圖 阻止武統 很多評論就說 到這艘軍艦 當英國真的建得成 起好了之後 都沒有統元 上面說少少額外資料給大家聽 除了大家都知道 近來英國本來有兩艘航空母艦 現在它的雙航母夢就要破碎 只是變回 只有一艘航空母艦 另外一艘 另外那艘比較遲起的 威爾斯親王號 就已經淪為了第一艘 英國航母伊利沙白女王號 零件供應商 也就是 也就是威爾斯親王號 自己藍上本身的配件 被英國拆下來 供應去換到 在伊利沙白女王號 據聞其實 不是說換什麼複雜的零件 只不過是一些 藍上的驅進系統 例如是 螺旋掌的車頁 油泵系統等等 其實這些東西 理應來說要做出來 不是那麼難 又不明白為什麼英國航空母艦 經常都會出現一些 比較技術性低的問題 相信都跟 他們的造船工業日落西山有關 此其一 第二就是 現在英國海軍的數量 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 現時來說 英國皇家海軍的現役主力艦 只有19艘 雖然聽起來也不太少 但是 我們也要看看質量 其中 主力的 也就是比較小的 23型護衛艦 有13艘 這個級別的軍艦 最先 在1989年 服役 最後一艘 在2002年 最後下水 其實這艘 放在今天的標準來說 都很舊 大家看過外形 都可能感受得到 沒錯 這艘已經是英國的絕對主力 佔了 19艘中的13艘 其餘6艘比較好 就是英國的45型驅逐艦 看樣子 不認識軍事的朋友 都應該感受得到 他是比較新的 起碼外表 光潔一點 但是只有六艘那麼多 數量就略然不足 更何況 他就跟他的 好朋友一樣 也就是 英國的航空母艦一樣 雖然新就比較新 但是 他同樣 都是故障頻繁 經常出事 曾經六艘的45型驅逐艦 就創過一個紀錄 就是同一時間 全部集體罷工 這些罷工就不是人為的罷工 而是 六艘的45型驅逐艦 突然之間全部壞了 是一艘都出不了海 結果 唯一一艘出海的英國航空母艦 由於沒有了這些大都市衛的關係 還要請求到 美國海軍來幫他護航 其實45型驅逐艦 一直都出了名 經常壞 即使不是去到剛才我說到那麼極端的情況 六艘全部壞了 按常理計 他都有接近一半的軍艦 也就是接近有三艘軍艦 是經常處於遺守階段 這些就是 英國海軍的全部 所以 之前我在直播的時間就說到 我們解放軍一年落水 的軍艦數目 或者軍艦的戰鬥力 一年新造軍艦的落水量 都可以頂得住歐洲的一個中型國家 意思就是這個 其實依我看 我們解放軍一年的下水量 那些軍艦 下餃子的速度那麼快 但是真的不是誇張的說句 一年頂他一個英國海軍 這個說法都不為過 那好 當他 這個英國真是造成 31型的護衛艦 又當他真是能夠 派到我們 亞太這邊 其實 他都是一架非常差的軍艦 按照英國佬的設計 他只不過是裝備 很少的武裝 一枝細口徑的57毫米艦炮 以及兩門 輔助式的40毫米輔炮 之外 只有 兩座八聯裝的垂直發射系統 總共有16枚 這個就是他的 全部火力 甚至乎 艦上 連反導彈的近防系統都沒有 其實 這些就是正宗我們所形容的靶艦 現在蔡省長 都不知道多謝你好還是不多謝你好 本身在他喘訪完美國之後 都想低調一點點的 你現在英國 又走來療慶我們 你不就是賺 令到蔡省長的走路計劃失敗 更何況你不是真的派海軍保護他 一來你的海軍 真的不是說什麼 英國海軍現時的規模 真的跟台省海軍對決的話 分分鐘台省海軍有機會贏 起碼佔主場優勢 那你實質又幫不了手 又派手虛擬軍艦來 不知何時 才來得到 這就等於幫倒忙 再說 幫倒忙的就不單止是英國 還有一個所謂的 歐盟外長 他最近 也附和英國的說話 就說到 豈止英國要派軍艦來 這個歐盟的外長就代表全歐洲 來到去港 現在我們 就一於發動 歐洲一人一個國家 當中所屬的海軍 每個國家都要派一艘 過到亞太地區 來到台海旁邊 巡航 這樣就能夠威懾到大陸 這些說法簡直是相當幼稚 歐盟 都不是代表整個歐洲 你有什麼資格號令整個歐洲 來到每個國家派一艘軍艦 過到我們這邊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 歐盟 真的不是代表整個歐洲 歐洲就有46個國家 歐盟才只有27個國家 他是不能代表整個歐洲的意願 更何況論之排輩 什麼時候輪到你 這個所謂的歐盟外長 去到出聲 你大哥 馮德萊恩來到中國的時間 都不敢說這些說話 更何況 身為歐盟大哥的法國 也都已經表明 他們是不會有興趣來到 干涉台海的事務 何時輪到你來出聲 難怪 這個歐盟外長在出聲 說到 呼籲每個國家要派一艘軍艦來 就立即受到我們的朋友俄羅斯 來到在我們搶先 回應他之前 俄羅斯人已經看不到眼 就直接罵到歐盟外長博雷雷 說到如果 歐洲真的想這樣做的話 他們的軍艦可以過來亞太 巡航台海 中國的軍艦也可以派到英吉列海峽巡航 看到時 誰派到對方的海域的軍艦數量更加多 我們可以當這些歐洲國家都在發瘋 但是現時 台海的處境的確挺惡劣 說完只有一把口 就要說一些實質對我們 在近期 都做到 不少不少傷害的國家 當然這些國家 就是輪近我們中國 才發揮到這樣的影響力 一個就要數韓國 一個就要數菲律賓 好老實說 現時韓國和菲律賓的表現 尤其在近期那麼出位的行動 中國大陸方面已經表現出了 最大的容忍 之所以 有這個特別的寬容 就是因為我們都知道在外交策略上 好像韓國 菲律賓這些小國 天生 就有一種極度的不安全感 要做到所謂的 左右平衡 都不是容易的 但這樣 都不足以成為 韓國和菲律賓 完全倒向美國的借口 所以綜合到 我們剛才說到的 一切外部勢力干預 再加上 台省自己 做出來的 那些獨行為 我們單計 2023年 就說今年 因為種種以上 大陸就已經很明顯 對台省地區的態度和行動 比起之前 是有更加明顯的轉變 軍事上就不需要多說 當然就是進行到 進一步的極限施壓 來增壓到 台省的戰略空間 關於軍事上的事 稍後再說 因為除了軍事上的行動之外 我們也可以看到 大陸出招 就不單止只有一張牌 例如在經濟上的層面 大陸已經單方面取消到所有 從前定下來 擺到明益台省的衛台政策 本身這些衛台政策 真的可以說到 擺明送暗制 明益對岸的同胞 現在 一切這些東西都要取消 這樣也好 其實兩岸K型的經濟 經貿往來 也因為取消了這些政策之後 其實是得以重回正規 起碼公平競爭 不會再有 擺明益理的政策 除了經濟上的層面之外 也要數到政治上的層面 近來大陸制裁到 很多台獨機構 以及台獨分子 最出名的 有新鮮滾熱辣 幫蔡英文 鋪橋搭路 傳訪美國 一切都由他安排的 所謂台灣駐美代表 就被我們大陸這邊制裁了 這個人的名字我們在節目提過 叫蕭美琴 從前來說 我們是不會制裁這些 類似所謂的 台灣駐美代表 但現在 都沒得再談 總之誰 實質做了一些 台獨行為 我們就會制裁誰 而同一時間 再新的消息就是 我們看到 大陸的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的聲明 已經宣佈到對台獨分子 一名叫做楊智淵的人物 就已經正式逮捕了 這次這個人 這個台獨分子被逮捕 就是在大陸的境內 也是大陸首次逮捕 搞分裂的人 雖然 是第一次拘捕這些人 但是 肯定不會是最後一次 從我們 以上的例子 就會看到 很多的第一次 都出現了 也要說 其實有一點是數漏了 就是在圍台演習的時間 我們中國海巡署 的大型海巡船 也都在 圍台演習之前 首次來到在台灣海峽中北部 進行到聯合巡航巡查 的專項行動 也就是表示了 大陸這邊的執法行動 已經是 穿越了所謂的台海中線 不單止是軍機和軍艦 穿越到這個所謂的台海中線 還有連 執法力量也都穿過了台海中線 去執行應有的權利和義務 順帶一提 這次被派到去執法的 那艘船剛才我說過就是 海巡06號 是一艘新速速 最近才加入到 福建海事局的海巡船 有別於 我們經常見慣 最近才阻止到菲律賓 海警船的中國海警 海巡和海警的分別就是 雖然 眨眼看上大家的船隻是非常像樣 但其實 海警是隸屬於我們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 武裝警察部隊 也就是隸屬於武警部隊 而海巡 就是隸屬於 中國的海事局 如果要形容到大家的 職能不同 有什麼分別的話 我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去形容的就是 海巡就等於海上的交通警 而中國海警 就等同於 一般的海上警察 大家的分別 其實就是這樣的關係 當有了海巡船 過到去對岸執法的時候 整個態勢 都很明顯 就是中國 為了要 完成到統一的大業 決心是相當明確的 這一點 我相信台省 現在的所謂執政者 應該感受很深 因為他是眼看著我們每一個行動 是親身感受的 所以 台省現在的感受 肯定比美國更加深 再加上最近 我都在直播的時候說過 央視最近製作了一個節目 就叫做航拍台灣 當中 這個長達50分鐘 有關於 台省不同警物 都被包含到的這段影片 他所拍攝到的那些片段 不是取材於 來自於其他攝影的作品 或者是 拿台省的那些現成節目 拼湊出來的 並不是這樣的 而是真真實實 由到我們大陸這一邊 在台省實地拍攝 使用航拍機去拍 這樣就更加令到 台省當局相當不安 因為這條片其實已經是拍了 全台省應有的景物都包含在內 如果不是 又怎樣叫做 航拍台灣 剪了就拍了50分鐘 如果計算未剪那些 也就是計算那些原片 拍攝時數肯定是以幾倍式增長 因此作為 這些台字立分子 裡面的頭 也就是這個蔡省長 以他那麼狡猾 那麼敏感的政治觸覺 他當然 會感覺到 現在的形勢 是相當之不妙 當大陸從不同方面 從前以往 只是單純軍事 去到今時今日 從經濟上 政治上 法律上 以及執法上 甚至加上民間滲透式 來到對台省極硬施壓的時候 蔡英文似乎 已經有一些 準備走老的念頭 以及 好像我在片頭說的 他為了保護到自己所謂的人身安全 好讓他 萬一有什麼冬瓜豆腐的時候 都走得掉 他更加做了很多 瘋狂的行為 直接當自己 好像是末代皇帝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蔡省長最近 這一個月 為了保護自己的安全 做了三層的防禦 首先 蔡省長 宣佈 近期 台省軍隊 就要將 獻兵部隊的數目擴充一倍 就由到五千個官兵 要提升到 一萬幾個 這些獻兵的數量 通常這些獻兵都是為了負責到 蔡英文本身自己的安全 雖然平時也有 表演或者是 一些所謂閱兵的時候會出現 但是最主要負責的都是保護蔡英文 現在蔡英文 就要將這些獻兵的數目由五千個 一次過擴充到 萬幾個 同一時間不單是 獻兵的數量多了 還要強化到這些獻兵的裝備 和火力 現在來說這些獻兵 全部 都要極度武裝化 例如是要配備到單兵的 紅油反裝甲火箭彈 以及 要裝備到 由美國供應的 刺針式單兵防空 的便攜式防空導彈 這些裝備 亦都從此成為了 獻兵部隊 保護蔡英文的標準裝備 台省的軍方高層 都已經講到明 為了強化到 解放軍在必要時 想將蔡省長 的首級 取得 這個行動 所以才要將獻兵的數目 提升那麼多 台省省防部 已經是直認了 其實台省這些獻兵 一般來說 是有獨立的指揮 和人事後勤補給系統 有別於 傳統的陸軍部隊 因此 他是不遞屬於 省防部的陸軍司令部 簡單說 他的地位 就等同於 古代 禮林軍 禁軍 是一模一樣的 也就是 蔡省長旗下的私人軍 不過 不要以為 蔡省長為了保護自己 就不斷把 獻兵的數目 由五千個加到一萬 多一點 這樣就算了 當然不僅如此簡單 實質上來說 蔡省長為了保護自己 是做了三層的防禦網 我說過 第一層防禦網說完了 現在就說第二層防禦網 第二層防禦網就是 蔡省長嫌兵的獻兵 增加也不夠安全 現在來說 還要將台省 裡面的所謂警政署 當中 就有一個部隊 叫做保二總隊 理論上來說 這個保二總隊 他的全名叫做 保安警察第二總隊 是屬於台省內政部警政署 的保安警察單位 也就是意思是 他是妥妥當當的 真正警察 但是現在這個 保二總隊的警察 被蔡省長 搞成怎樣 為了保護蔡省長的人生安全 這些保二總隊的警察 也都要出動 原本叫做是半特警的 他們 現在 要拌勻軍人那份 本身這些 保二總隊的警察 主要去駐守的 地方就是 一些所謂的重要地方 例如 台省三個所謂的 科技園區 還有一些發電廠 天然氣站 就是由這些保二總隊來守住 但是現在 全部要放下手頭的工作 保二總隊的 這些半特警警察 現在來說 要全部接受到軍事訓練 就是台省軍方 所近年推動到的 一個概念 他就叫做 平戰轉換計劃 也就是 這些警察 平時 就是一個 堂堂堂堂的警察 但是必要時 要在打仗上來的時間 他們就要立即變身 就會變為軍人 並且這個保二總隊 現在要加多一倍的警力 就去到4000人 等他們全部接受了軍事訓練之後 接下來 他們的裝備就有別於傳統的 重裝警察 而是要改頭換面 所有的這些警察都要配備到 重型的機關工具 菠蘿以及 連刺針式的導彈 都成為了這些 保二總隊的警察 的個人重型裝備 根本已經脫離了 警察的武器裝備範疇 所以 也都順理成章 成為了這個所謂的第二陸軍 現在來說這個保二總隊 除了全面軍事化之外 人數的增加 我們剛才也說了 但是連歲數 也就是年齡的限制 也都嚴謹了 為了保護蔡省長的安全 所有這些保二總隊的警察 都一定規定要在50歲以下 而警官級別的 也都減少到55歲以下 總之為了保存所謂的戰力 一超過年齡就要剁 就不能夠做到這個 所謂的保二總隊的警察 來有幸保護 這個蔡省長的人身安全 這招就是蔡省長為了自己所設立的第二層防護網 但是不要以為這樣就完 第三層防護網 我們還沒說 這個人真是夠瘋狂 第三層的防護網就是 蔡省長還動用到 全台灣的 一般警察 跟之前保二總隊的概念有點相似 就是要令到 這些本身都是屬於 真正在街上 執法巡邏的警察 就要他們練習到 所謂的六大戰術項目 這些項目就包括了 各種工具的訓練 投擲菠蘿的技巧 沒聽錯 是普通警察都要扔菠蘿 還有的就是 小部隊的戰鬥訓練 基礎的更新戰鬥技術 在城鎮範圍限制下的 空間戰鬥訓練 以及 在城鎮戰 環境情形下所訓練到的 射擊訓練 就要普通的警察 都要進行到 這些所謂的六大項目的課程 我們先不說 最明顯的 要由到5500個普通警察 去練習怎樣扔菠蘿 這個太明顯了 很明顯就是軍事的 一個訓練項目 警察又怎會用菠蘿 其餘那些聽起來好像都是 需要練習的項目 其實並不是 警隊的訓練項目 而是真真正正的城市項戰 所需要演練的項目 其實 這些警察還要訓練到 關於小部隊 之間的城鄉攻防戰的演練 就要求到不僅在城市打得 在一些鄉郊的地方 都要進行到攻防演練 這些已經完完全全超出了 一般警察的訓練範圍 其實是等同於 一個職業軍人的訓練 是沒有分別的 甚至乎 依演練項目 是比起那些新手兵 所以要操練到的 項目 更加有針對性 不是說 擺明 蔡省長在公器私容 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 在所不適嗎 難怪蔡省長 這麽瘋狂的行動 出來之後 島裏面有很多 看不過眼的人 都跑來出聲 說到 不知民退黨 哪個人 想起這些糞便 為了解決兵力不足的問題 竟然 想起這些天才的計劃 要警察做軍人的一份 也不知是誰想起的 警察 跟軍人完全是兩回事 所訓練的方式也不同 警察面對的是民眾 軍人面對的 就是敵方的軍隊 警察所訓練的項目 應該是專注於綜合的逮捕 一些制服術等等 而不是軍事格鬥 這些東西 蔡省長連這樣都不清楚 不過可能 他自己是知道 而只不過是不理 為了保命 他又怎會理得這麽多 現在蔡省長把自己的私人軍 禁衛軍 一次過擴充 連同我們剛才提到的警察數目 有兩萬多人 不知道 會不會到了 在解放軍進行武通動作的時候 蔡英文要走路那一刻 或者等解放軍打到來的時候 到時蔡省長就好像我們看電影 這件事 不是我們說的 台省的人都是這樣說的 台省那些看不過眼的立委 都說到 蔡省長這個舉動 十足十 當自己皇帝一樣 隨意調動人 來保護他 來幫他 在必要時走路 金管已經 完全漠視到 所有的法律規條 其實蔡省長的這些 所謂的備戰行為 除了為自己拆劃私人軍 當中也不可以不數到 他在上個月也簽署了這個所謂的傳動法 就是要求到 台省16歲以上的人 都要做到 隨時被徵召 隨時被動員 就要捉了 那些正在求學階段的學生 來參軍 這個人都可以說到是相當之無陰功 蔡省長雖然現在 話就說他很害怕 在平時的時間 就會被人暗割 所以為了保護自己人身安全 才要加那麼多部隊 但是依我看 加那麼多人 就不是那麼簡單 如果為了只是防禦到平時時間 那些反突擊 反避刺的行動 以平時 獻兵部隊5000人的數量 其實什麼都夠 真真正正的目的 就是 要為了方便蔡英文走路之用 所以才要那麼多人手 其實 蔡省長就像層層防禦一樣 有第一個保護層 第二保護層 第三保護層 但是真的打仗上來的時候 那些由警察臨時變成軍人 的武裝力量 其實是可以忽略不計 那些是炮灰 即使是接受了軍事化訓練也好 但是 第一層的防禦 也就是那些獻兵部隊 也都不好得很多 因為現代的戰士已經不像從前一樣 蔡英文還很簡單 打算利用到 只是配備一些單兵裝備 最多裝甲車的部隊 就能夠 可以保障到他的安全 其實看回 現在整個台島 在上一次的遺台演習 莫說 他想要離開台省 離開這個島 是單憑他們台軍的力量做得到 即使連美軍想進入到這個島 看回遺台演習 大家都會看到 美軍想進來都難 更何況去台軍 可能這個時間有人會說 蔡省長會不會偷偷地 利用到轉移視線的方法 幫自己走路 可能到時換了一個假蔡英文 在另一個地方 就派到大量的獻兵部隊保護他 原來那個是假目標 自己 就由一小股部隊 的保護情形底下 就走到台省的東部 類似花蓮這些地方 然後乘坐到直升機或者小艇 這樣神出鬼沒地離去都可以 只要化整為靈 其實他也有機會逃脫 如果在以前的角度來說 可能他真的可以 但是 自從有了這宗新聞之後 可能蔡省長的這個希望都要幻滅 近日我們就看到一段報導 裡面就說到解放軍組織了39架次的軍機和陸手的軍艦 在台島周邊巡航 事關就是 由到25家美國軍工企業 最近就集中傳訪台灣 為了予以應對 我們就派出這樣的數量的 軍人 來到台省周邊巡航 但當中的重點都不是這個 重點就是 在這些軍艦飛機 的巡航期間 有一架飛機就比較特別 它就是我們的 TB001 雙美揭的無人機 當中這架無人機是以 環島遊的形式 也就是 騰騰把整個台灣 圍起了一個圈的形式 來巡航台省 也就是包圍了 台島的意思 而相關的消息也得到 台省軍方的證實 當時這架 雙美揭的無人機首先就穿過了台省 與菲律賓之間的巴士海峽 然後就向台省的東部海岸 往上飛 再之後 他就往西 飛回中國大陸的海岸 就形成了整個妖飛的動作 而在差不多同一時間 另外一架 都是我們中國的無人機 都做了類似的動作 不過 有別於 這架TB001的雙美揭無人機 今次這架 就叫做 BZK005的無人機 他就仿如 好像一唱一禍 TB001 就是由下向上 這樣圍著台灣一個圈 但是這一架 BZK005 就是反轉由上往下 先從台灣的北部撤入 再去到台灣的東部 然後接反反航 之所以我們這麼重視這件事 或者台省他自己 都看到當中的端藝 明明就是 解放軍很多戰鬥機轟炸機 經常都在台灣東部空域進行演習 經常都巡航 為什麼要對這架無人機 有這麼大的關注 他又如何阻擋到 塞省長的逃走路計劃 其實就是這樣的 當然由解放軍傳統 有人駕駛的戰鬥機 或者轟炸機 很多有足夠的行程 你也要進行到台海 或者台省東部的戰鬥 這件事是沒錯 但是 如果由情報獲取的角度來看 出動到 長航時的無人機 的確是有 非常之大的 作用能夠使用 如果TB001 出現在台灣東部 進行到常態化巡邏 的話 以它可以飛乘 連續35小時 這樣計算 總航程能夠達到6500公里 其實 就等同於 在PATRO的時間 就好像一個超低的衛星一樣 而且這個超低的衛星 還要沒有 傳統衛星的過頂時間 而是可以在同一個區域 三十幾個小時裏面 盯緊到主要的位置 因為一般的低軌道衛星 它即使是 能夠偵察到那個範圍 也好 由於它是圍繞著地球轉的 所以 在這顆衛星圍繞地球的時間 差不多要離開該空域 它就要另外 交由另一個衛星接手 但是有了這架無人機就不同 始終無人機所飛的位置 相比於衛星 是低矮得多 所拍攝的影像也是 清晰 和詳細很多 另外 由於TB001 能夠飛到三十幾個小時的關係 這樣它也都可以成為一架非常強的 多情報收集能力的飛機 在它的機頭 就有雷達和各種各樣 掛起機身的外部吊倉 這些吊倉 很有可能也都包括到 能夠收集到電子情報信息的 一些外掛吊倉 以及分佈在機身周圍的各種各樣天線 要進行實時的監聽 接聽 獲取對方的電池訊號 通訊時的一些情報獲取 他都能夠做得到 大家試想一下 蔡省長 要走路 即使是利用到調府離山之計 他不多不少 帶著這麼大批人 都是會有一個聯絡的方式 或者是一個總部跟他們聯絡 來指揮他們走 更何況要離開台島 是需要乘搭到類似直升機 或者是 一些船隻來走 這樣能不能夠 完全保持到 這個訊號靜脈的狀態 如果蔡省長是軍人的話 我都相信他有這樣的能力 但是蔡省長 這樣的伸手 真的想保持秘密都難 分分鐘 有些什麼風吹草動 可能 在草叢那裡有隻老鼠 爬過 動到一些草 他都立即害怕到大喊 胡家胡家 這樣 還要保持秘密 我們說回 這麼厲害的無人機 由於這架無人機能夠做到 長時間盯著 一大片地域的關係 這樣 都要好好操縱 他才行 這方面大家就不用擔心 其實 位於幾千公里外的地面控制站 都可以 能夠對這架無人機 進行有效的精確控制 以及監察 由於這架飛機 剛才我們說過 可以飛三十幾個小時 而另一架 逆時針反方向飛過來的 那架BZK005 還可以飛四十個小時 在這麼長的時間裏面 不可以有一刻 雷達訊號斷了 不能夠控制到這架飛機 但這個問題是不會出現的 到時肯定就是以這個輪班制的角色 來負責輪流操控 這架飛機 那些飛機平台 例如是大型的預警機 大型的電子干擾機 等等的這些飛機 即使是經過到空中加油之後 能夠不斷延長它的 續航距離也好 其實頂多 一次的任務 都要在 九個小時到十二個小時內完成 即使 飛機是頂得順都好 可以透過不斷的空中加油 人都頂不順 但是無人機就不同 無人機 不單止去飛的航程 所能夠留在空中的時間 是比起有人駕駛的飛機 長得多之外 他還可以在地面 不斷地更換駕駛員 這件事 並不是 搭載有人飛機 是可以代替得到的 當然無人機也有他自己本身的短處 例如他的生存能力 並沒有有人駕駛的飛機那麼多 性能上 亦都比傳統有人駕駛的 這些戰鬥機或者轟炸機 是差得多 但是這樣也不能夠抹殺到 他的存在價值 因為現在正正就是 這些 解放軍的大型無人機 徹底堵塞到漏洞的時間 剛才說到 解放軍的一架這些飛機 就可以盯緊某個空位 做到好像 一顆擺在 台省頭上三十幾個小時 的超低軌道衛星一樣 大家就試想一下 現在我們才是派一架無人機 台省方面就那麼緊張 但是如果是戰時是怎樣呢 戰時的時候 我們肯定就是 會對整個台島佈置 有一定數量的這些無人機 來做到全天候 24小時 無死角的監察 如果要由 從前 大型偵察機 做到這項工作的話 應該是不能夠想像得到 只有無人機才能夠做得到 因為他可以 連續飛三十幾四十個小時 還有那麼多架一起 同一時間飛行 其實 綜合計 只需要幾架這些 雙美揭的無人機 就已經能夠獲取到 整個台灣東部的所有情報 這樣無死角的收集 如果說到 要監察到整個台省東部 有沒有 船隻 或者是 有些飛機經過的話 不要緊的 幾架就負責收集情報 再派幾架 去監察這些情況 尤其是那些熱門的走路地點 從前來說 台灣東部 都是 台省軍隊認為是 絕對安全 的一個地方 所以他們就有一個 一個戰術就叫做保存戰力的戰術 意思就是 在台灣中央山脈的掩護下 台灣省東部 是能夠免行於 解放軍的第一輪火力打擊 解放軍的導彈和遠程火箭炮 是不能夠直接對 有中央山脈掩護的台灣省東部進行打擊 所以在理論上來說 傳統的台省軍人就想著 在開戰的時間 第一時候就把所有的戰力都推到台灣省東部 這樣才有機會 和武統台灣的解放軍 慢慢打 就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現在 不用再多想了 除了有解放軍的有人飛機 在台省東部活動之外 現在來說 連無人機都有 當然 台省那邊 還有藉口死撐 有些所謂的將領在接受訪問的時候就說到 這些無人機 是呀是呀 飛得久 他的感測能力也都很強 但是 他們由於飛得比較慢 所以很容易擊落 就是戰場上的把 這樣說 其實我在這裡 都替他辛苦 因為身為一個 懂得軍事的 省級將領 很明顯 他是掩著良心 去說這句話 人都知道 如果要派出這些無人機 進行到長航時的偵察 兼且 在發現到目標的時候的打擊 這些無人機必須要是 在擁有到 絕對的制空權的範圍下 才能夠使用 如果不是就正如他所說 是很容易被擊落 他說得沒錯 這些飛機是很容易被擊落 但是 如果拿了整個制空權的話 你想擊落他都難 難得 這位台省將領 不是真的認為 我們解放軍 不會一開始就拿到制空權 這一點他是相當清楚 我們是做得到的 而只不過他是掩著良心說話 因為根本就沒得打 其實我們說了這架無人機的性能 那麼久 我只是數到 去收集情報 以及監視戰場的能力 都沒說到 強悍的打擊能力 如果不是 這類型的無人機 就不會叫做 偵查與打擊合二為一的無人機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 拆打一體無人機 其實我們這兩款 無人機 圍繞台省走一個圈的這兩款 都是屬於 拆打一體的無人機 擁有到 偵測的同時 兼且具有打擊能力 當然這次 尤其受到關注的 就是TB001這一款 因為TB001 他的體積更加大 而且 他能夠所裝載到的武器 是非常之強悍的 簡直是有別於傳統的無人機 這架雙揭尾的無人機 據聞他可以攜帶 1.5噸的武器 就能攜帶套 FT-7型的滑翔炸彈 FT-8D型的導彈 以及FT-9和FT-10型的制度炸彈 不僅如此 身為一架無人機 連他不應該裝載的 反艦導彈 以及空對地的導彈 都一拼 在2018年珠海航展的時候 這架雙揭尾無人機也示範過 他能夠標配到這些武器 關於這一點的確是相當驚人 通常一架無人機是不會載 反艦導彈 來打戰艦 亦都不會裝載到空對地的導彈 這些工作應該全部交給 有人駕駛的戰鬥機去做 現在連中國的無人機都可以做到這些角色 無他就是因為 我們這架雙揭尾無人機能掛載到的彈藥數量 的確是較大 所以 它是擁有到 對海 對陸 兩者的精確打擊 武器都齊了 這個時間 但如果蔡省長 被發現到 真的想從海路逃脫 我想他都很難走 更何況 TB001還可以裝備到 一些比較小型的彈藥 例如是18公斤的R2 以及是重72公斤的 AR-4導彈 這些小型導彈都可以令到 我們的無人機從7000米的高空 來到對陸地 精確發射這些小型導彈 將敵方摧毀 就正好招呼蔡省長的車隊 不單止 那麼簡單 原來 還有一款 專門配屬到 我們無人機所發射到的小型巡航導彈 亦都配備在 TB001的飛機上面 因此可以說到TB001雙揭尾無人機所能攜帶的武裝 由幾百公斤級別的大威力導彈位炸彈 到幾十公斤級別的都有 真的想請蔡省長吃大餐又可以 小餐又可以 想精確打擊又可以 大範圍的炸彈也可以 一旦我們解放軍在奪取制空權後 就會大量派出這些拆帶一體的無人機 來實時監控 讓整個台省 尤其是東部的地方 無人機天生就是一個優點 就是對那些 躲得好近 然後突然出現的目標 或者對一些 瞬間即逝的目標 所打擊的能力 拆打一體無人機最擅長 至今來說 是沒有找到同類 可以取代他的武器 這件事已經在烏仔的戰場上 已經經過了驗證 所以 為何當我們的雙揭尾無人機 圍與台灣轉的時候 那些台字立分子那麼生氣 那麼生氣 原因就是這個 到最後 我們這些無人機 還可以有一個作用 就是在平時使用 例如是 消耗他們台軍的戰鬥機壽命 大家須知道 無人機出動一次 他的成本大概只不過是 有人駕駛的戰鬥機 的成本的四十分之一 那算了 我們當樣一樣台省 剛才我們說到的40比1的那個成本 是無人機 對比有人駕駛的大型戰鬥機 所得出來的數字 但是台省沒有大型戰鬥機 最大那一架只有F-16 都是中型戰鬥機 就當是這樣 不要1比40那麼誇張 1比20那麼好 我們無人機 出動的成本 只是 台軍F-16的二十分之一 這樣這個時間 我們就可以做到有事無事 都可以派出大型的無人機 去到台海 或者台省的東部 相關的空域 來盡量巡航 由於成本便宜 再加上 真的切切實實有的飛機 就飛到過來 這個時間 台省其實已經放棄了 在靠近我們大陸的對岸 也就是台省的 西部方向 其實他已經完全放棄 現在都不派飛機攔截 只是用防空導彈跟蹤 但台省的東部就不一樣 他們很緊張 每一次都會派飛機出動 這樣的時間 如果我們的無人機 平時有事無事都飛過去 我們就可以在空中收集大量情報 拍攝他那麼多照片 拍攝他的腳腳地點 錄下他之後 就拿回去慢慢研究 而當遇上 台軍對我們發出的警告 我們就一於小利 不要管他 這個時候 就逼他們的F16出動 來進行驅離的動作 但是不要忘記 我們出動的成本 只不過是你的二十分之一 再加上我們的無人機數量那麼多 你的F16很珍貴 有多少架可以消耗 所以說到 其實平時時間都可以玩到去殘 在有了這些無人機之後 蔡省長的走路計劃 可以說到是完全沒有希望 當蔡省長的走路部隊 在陸地準備移動的時候 我們可以將它摧毀 即使蔡省長的走路部隊 轉移到海上 我們的無人機 又可以發射反艦導彈將它摧毀 而另一邊 當它踏直升機走路 我們的無人機 亦都可以發射到 空對空導彈追擊落 根管 怎樣都是跑不掉的 再加上 我們的無人機 有全空域的實時監控能力 就完全堵塞了 去走路的路線 真的想到 我都替它頭痛了 到時 蔡省長怎樣再大喊 護駕 護駕 都沒有用了 莫說到時這萬人保護不了你 即使你蔡英文自己親身拿起火箭炮上場 恐怕 下場都是一樣的 接著我們就說說 港協和兵協現在隔空撥火 所謂何時要隔空撥火 早前港協企號委會 在回應兵協在播錯郭哥那份報告的時候 就對兵協的那份報告提出了多項失實指控 而港協的義務秘書長楊祖慈 更加面對傳媒對著鏡頭的時候 就公開來 插兵協 現在兵協主席 簡陽傑 終於都坐不住了 就走出來開刊回應這件事件 還要反插港協 說港協回問他們的手法 就好像審犯那樣審 來質問他們 現在搞到他們的領隊 那個關婉儀 極度惶恐 然後兵協的主席 就繼續說 說的期間似乎被捕住兩行淚水 因為他覺得很委屈 他就說到 我作為兵協的主席 我一直以來都不想說那麼多 因為我覺得 有錯 認了就算了 畢竟領隊關婉儀 未有成功把那隻 有國歌的USB 交給主辦單位手中 之後未能夠完成核實一事 這個是鐵一般的事實 不過當我看到 他是港協契委會 秘書長不斷以高壓 好像審犯那樣審的形式 來處理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關領隊已經不斷揭力去完成任務了 我本人 兵協主席 實在不能夠再沉默了 兵協的簡主席大概就是說了這些 因為他覺得 港協契委會 對於播錯哥哥這件事件的調查裡面 對他們太高壓了 但是細心想一下 這件事件有可能上到國安層面 不是說你在家我學播歌 我喜歡播哪一首都行 這個播錯哥哥影響是很大的 是有肉國體的 對於這件事件裡面的內容 調查清楚 是一點都不過份的 至於兵協主席他覺得 港協不停地盤問他 那麼調查就是這樣的 大家小朋友讀過書都知道 就算在學校裡面做錯事情 一樣要入到學校的小黑房裡面 去寫口供紙 就如同 你出來社會做事情 你犯了案件 或者有什麼官司的話 要上到法律層面那裏 無論是在警署錄口供也好 你想廉署錄口供也好 又或者去到法庭 面對著法官 有哪一樣事情 哪一項內容 不是問完又問 重複又重複 兵協主席他講到 港協 指出他第一二份報告的內容是不詳盡 要求他交第三份報告的時候 兵協認為對方 即是港協 沒有在不明白的地方細心去查問 他覺得港協沒有弄清事實 人家就是覺得 第一二份報告不夠詳盡 才叫你交第三份 但到頭來你兵協又覺得 人家是用一個高高在上的姿態 或者不是他覺得 是他搬這件事出來 來博同情 而他自己也說到 他們兵協交完第一份報告的時候 港協不滿意的 他們也再想細些 去提交第二份 但是兵協的主席就指出 這樣的模式 就好像揣摩主子心意一樣 心裏面還有一個疑問 到底怎樣才滿意 既然你第一二份報告 是有再詳盡的空間 又或者有些什麼 你沒有完全在第一二份報告裏 報告出來的話 現在是問你拿第三份報告 若然第三份報告你也是不說 或者有些人質疑的內容 你還沒解決好的 莫說第三份 四五六七八份 還有得你提交 事件發生至這一刻 播錯個個的事件發生到這一刻 不只是你們兵協 感覺到有壓力 不是說你可以出來賣慘 領隊關軟儀 這幾個月 不受壓力 又查犯不思 如果個個犯了錯 用賣慘的形式 是不是連肥佬禮都可以判笑紀錄 如果你早知道 搞出這件事件之後 會有這麼大壓力 會因為你們的行為不當 就送你一句說話 早知如此 何必當初 現在港協 至於港協企奧委會 講到你們兵協播錯哥哥的事件 是會用詞強硬 來插你們 你們覺得很不高興的話 可以講一個事實給你們知道 不只是港協企奧委會 每一個香港的正常人 提起你們播錯哥哥的這件事 都會是插你兵協的 就好像以前看電視劇 包公審案 都審過一個犯人叫陳世美 拋妻棄子 提起陳世美這個臭名 永遠都是被人插 難道他走出來說兩句賣慘的說話 說自己受到很大壓力 這個世界的人就會忘記了他 正所謂 有錯要認 打就要站定 現在你們兵協做錯了一件這樣的事情 都只是被人插了幾個月 就這麼快不抵得頸 走到出來 又要對港協 又有指控 又說別人高壓對待你 麻煩你們兵協 插我們新潮民 因為一提起你們兵協 我們都是插你那個 那你面對我們的正常人就是這樣的 我們不會像黃人那樣 會為你這個行為鼓掌 另外就是這件薄火的事情出來之後 其實有很多網友就覺得 哇這個兵協 你明明做錯了事 別人說你幾句而已 就立即出來發揮 會不會背後有什麼勢力支持你 因為畢竟 港協企奧委會 都是我們香港最大的一個運動組織的機構 理應把聲大過兵協 但是現在港協又有道理 身份地位 又被兵協維高 兵協真的做錯事 但是為什麼兵協這麼大聲反咬港協呢 會不會兵協 他們做的事情 他們做錯的事情 就是符合到 外國的政治正確 大家知道 運動的這件事 口中所說 就說不牽涉到政治 但是往往西方世界都以政治為藉口 來打壓某些地區的運動 就好像俄烏衝突 若然真的政治和運動是分開 西方世界就不會制裁俄羅斯的運動團體 還要不讓俄羅斯以國家的名義去參賽 就算人家在運動場上 拿得好成績 也不讓俄羅斯的運動員 播放自己國家的各歌 所以雖然說到 港協在香港來講 就凌駕於其他的運動協會 但是再上到國際的層面 或者不要說國際 只是去到亞洲的層面 也有亞協其奧委會 所以兵協做錯的這件事 到了外國比賽之前 我們也有報導過 是人家為兵協 認錯或自己做錯了 所以現在兵協這麼大聲 會不會就是背後 其實有其他的勢力 來支持他們兵協 所以他們根本就是不怕港協的執問 頭一兩份的報告 都是應付港協 你應付別人 別人當然會生氣 而且據聞從那篇報導裡面 都可以看到 兵協他們的用詞 是修飾得很厲害的 就似乎好像 方堂鏡上身 亂咬直 把自己的責任 說成功德 如果兵協繼續用這種態度 來面對對他們的指控 的話 我們正常人 一定不會那麼容易 原諒兵協 而且不會那麼容易放過他們 我們支持港協企奧委會 繼續要這個兵協 提交報告 若然第三份報告 都不夠詳盡 交第四份 交第五份 直到完完全全兵協 說清楚所有事情的真相 這樣 我們所有香港的正常人 才能夠下了那道氣 接著我們就說 那條很噁心的噁心處 國殤之處 據聞現在就被警察帶走了 拿來做呈堂證供 因為警察在採取這個行動的時候 是拿了法庭的首領 還說到 這條國殤之處的噁心處 為什麼要拿來做證物呢 因為他跟一宗 煽動國家的案件有關 我們非常之開心 本來 這條國殤之處 在港大 被帶走 要允許家道理 我們已經覺得非常之開心 讓他放在大學那裡超過二十年 督眼督鼻 現在終於 就不只是放在家道理那裡 存放那麼簡單 直接被警察扣押 讓他那個什麼創作人 高志活 經常口口聲聲說要來香港拿回 這次就不是拿不拿回 因為之前放在家道理那裡 都只是作存放的用途 這次警察帶走了 作為證物 是證明跟一宗案件有關 如果高志活說要拿回這條柱 不單止他可以入境我們香港 還要有公司肯幫他搬運 而且還要是什麼 現在就說是證物 但是若然這條國殤之處 配合要審的案件 雖然現在這一刻我們不知道是什麼案件 只是知道和煽動國家有關 即是國安的案件 如果這件所謂的證物 和那宗案件之間的關係 是有人借助這件證物 去宣揚一些煽動國家的事情 而他的創作者又是知道的 那會不會他的創作者 涉嫌其中一個幫兇 到時高志活來我們香港 就不是說要拿回支柱 來到是要受審的 所以現在國安處帶走了這支國殤之柱 作為證物 真是很希望高志活 立即飛來我們香港 快點打挪打鼓說要拿回支柱 你不來我們香港 我們怎麼調查你 現在暫時和那宗案件有關 警方都未公佈詳情 但我們以表面的證供來看 這宗案件就肯定是和香港大學裏面搞過的活動有關 因為國殤之柱擺在港大多年 每逢要搞什麼噁心的聚會 那群黃人就會利用到國殤之柱 在宣揚一些很悲慘 又說到什麼民主自由 被人打壓的這些信息 藉此煽動別人的情感 來爭取其他學生的支持 去加入他們反政府的陣營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這宗案件 盡快可以公佈出來 讓我們都開心一下 究竟是哪個小黃人 這次就中了獎 無論到時是哪個小黃人中了獎 記得準時領取你們的刑期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臨結束之前提提大家 今晚就有我們的新潮民直播 時間就是晚上的10點 約定和大家見面 還有的就是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 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拜拜